大家好 我是半瓶醋 今天想要来聊聊 汤姆克鲁斯 汤姆克鲁斯 本名汤玛斯 克鲁斯 梅波瑟斯士 出生于纽约 拥有英国 德国 与爱尔兰的协同 他的第一部电影 是1981年 由布鲁克雪德斯主演的YA电影 《无尽的爱》 当时他才19岁 由于外貌俊美 很富有的 很快就被注意 1983年 他参演了法兰基斯科波拉 指导的《小教父》 大概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确定了 他在往后的荧幕形象 一个活力十足 喜爱胡闹的丸童 在1980年代初期 他演出了一系列的作品 像是歪耶电影 保送入学 美式足球电影 步步登天 雷连与其他人 《小教父》 雷迪·史考特 指导的《习惯》电影 《黑魔王》等等 这间电影的成绩 有好有坏 但是无论票房成绩如何 他的人气都不曾受过影响 片约还是持续不断 1986年 汤姆·克鲁斯 演出了由东尼·史陶克 所指导的空战题材电影 《捍卫战士》 描述自信满满 桀骜不寻的海军飞行员米奇尔 获选加入训练单位 Top Gun接受训练 却与女教官坠入秦王 并在转调到企业号之后 与敌人发生了真正的空战 这部电影成为了 1980年代 大美国主义电影的代表作 汤姆·克鲁斯 在片中戴着墨镜 穿着飞行夹克 骑着重机追逐 正在起飞的F14的片段 升值人心 这部电影甚至引发了 许多美国青年从军的潮流 汤姆·克鲁斯 也从此成为 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巨星 在成为票房巨星之后 汤姆·克鲁斯 在接下来的几年 尝试了极为多样的题材 而且几乎每一部的评价 与票房都不错 像是与导演马丁什科西斯 老牌明星 保留纽外合作的金钱本色 罗杰·唐纳森所指导的鸡尾酒 导演巴瑞·李文森 与演技派明星 达斯丁霍夫办的《语人》等等 而他在1980年代 最有企图心的电影 是与奥利弗·史东所合作的 7月4日诞生 在片中 汤姆·克鲁斯扮演一位 原本对美国精神 充满热忱的男孩 在参加越战之后 目睹了战争的黑暗 失去了双腿与信仰 成为了反战宣传者的故事 而7月4日诞生 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 与金球奖的最佳导演奖 汤姆·克鲁斯本人 则获得了当年的金球奖 最佳男主角 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 汤姆·克鲁斯 一方面拓展自己的戏路 尝试各种不同方向的类型 像是法庭电影 《军官与魔鬼》 描述艾尔兰移民到大西部的浪漫剧情片 《远迪家园》 奇幻恐怖片《夜仿吸血鬼》 心灵成长电影《征服秦海》 以及与库布利克所合作的《大开眼界》 以及《心灵角落》等等 《这生命是我的》 《我的 destiny》 1992年 汤姆与当时的妻子尼克基曼二度合作 演出《朗霍华》所指导的远迪家园 描述一位在艾尔兰农村长大的小伙子 与傲娇的农庄千金 一同闯荡美国 开拓梦想的故事 汤姆所饰演的乔瑟夫 在新大陆身无分文 靠着灵魂的身手当全手为生 顽强热血 体型又惊悍健壮 在片尾 尼克基曼呼唤着伤众垂死的汤姆 镜头缓缓升空 宛如灵魂出窍 却在一句我爱你之后 灵魂立刻飘回了汤姆身上 可见了汤姆克鲁斯为了爱 可以达到多么顽强的境界 甚至死而复生都不是问题 而在1994年的夜访吸血鬼 汤姆又饰演了吸血鬼黎斯特 在转化了布莱特比特所饰演的路易 成为吸血鬼之后 不断诱迫路易适应吸血鬼的生活 汤姆在片中的扮相与表演相当的邪气 而且演出的角色风格 与以往阳光活跃的形象截然不同 可说是汤姆最具异色风格的演出之一 1999年 汤姆克鲁斯与库布莉克 与当时的妻子宁可吉曼合作的大开眼界 则是他所参与过最具艺术气息的作品 片中 汤姆饰演一位生活优渥 却精神不满足的医生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步步踏入权贵精英世界中 荒淫诡异的世界 库布莉克使用了许多耐人寻味的影像 暗示了许多讯息 这部电影在影评界获得高度的赞誉 但是在一般市场则反应平平 不过这部电影仍旧是获利的 以6500万美元的预算 获得了1亿6200万的票房收益 而在尝试不同系录之外 汤姆克鲁斯也持续推出大众向的爆棉花类型电影 像是1990年 与东尼史考特二度合作的赛车题材电影 霹雳男儿 以及1996年 与布莱恩迪帕玛所合作的不可能的任务 这部电影 集结了强沃特 尚雷诺 艾曼纽帕亚的明星 描述IAF探员伊森航特 在一场任务当中 发生差错 而导致全组员阵亡 孤神一人的伊森航特 被官方认定为叛徒 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汤姆克鲁斯在这部电影 所演出最经典的画面 只靠着绳索 垂向到充满感应装置的密室当中窃取资料 以及片尾 汤姆克鲁斯与强沃特 在法国的高速列车外 冒着超高的风压波动 尚雷诺所驾驶的直升机 被拖行到隧道当中的特效系 也是为之一决的名场面 这部电影在当年 是年度第三高的票房电影 8000万的制作预算 获得了4.58亿美元的票房收益 是汤姆克鲁斯在1990年代 商业成就最高的一部电影 2000年 由吴宇森所指导的不可能的任务2 汤姆克鲁斯再次实验伊森航特 在吴宇森特出风格的暴力美学影像调度下 电影大幅度的缩减剧情厚度 强化动作场面 在片中 汤姆不但展现了徒手攀岩的特技 还有其成重机的追逐强盏 汤姆克鲁斯的荧幕魅力 被尽可能的极大化 虽然影评反应不佳 但是电影的票房却极为丰富 斩获了5.46亿美金 之后 汤姆克鲁斯持续推出不可能的任务的续作 而且亲身体验的实体特技 越来越夸张 而且总是要主打真人实景 2006年的不可能的任务3 汤姆克鲁斯在片中 一段在上海巷弄间 长达30秒的一进到底班跑 生殖人心 2011年的不可能的任务 鬼影行动 则是亲自在杜拜的哈里巴塔外 演出攀爬特效戏码 2015年的不可能的任务 失控古度 更是把自己绑在起飞的飞机外头 以及水下碧气6分钟 到了2018年的不可能的任务 全面瓦解 汤姆克鲁斯 不但又把过去所有出现在系列电影当中的特技 全都玩了一次 比如既往的长径斗奔跑 亲自其重机在巴黎世界奔驰 把自己绑在直升机下方凌空飞行 乃至于亲自从25000尺高空跳伞 而他本人 似乎也普惟乐在其中 从1980年代 就开始确立形象的冒险环境 在一次次的实景特效拍摄当中 走进了真实的生活当中 这也是汤姆克鲁斯 在面对新时代的社群网络时的应对方法 他真的以身犯险 这使得不可能的任务电影系列的每一次拍摄 都变得不只是在制作一部电影 更像是一场记录 便宣传汤姆克鲁斯的真人秀 进入21世纪之后 汤姆仍旧同时拓展戏录与商业电影 不同的 使投资的成本都变得更高 推出作品的速度则放缓 基本上 保持一年一部电影的模式 偶尔则会插花串场 除了史蒂芬什匹博 麦克曼安 卡麦隆克洛 布兰辛格等知名导演 持续合作推出各种题材的作品 在2000年代 他的尝试极为多样 甚至还会放开偶像包袱 插花演出爆笑喜剧 王牌大间谍3 够面吧 与开麦拉惊魂 如科幻类的关键报告 世界大战 主打浪漫爱情类别的香草天空 黑色电影《落日沙神》 日本武士题材的末代武士 与史时改编的行动代号 华尔奇利亚等等 而在进入2010年代之后 由于舆论民生的影响 他的电影的类型尝试 变得较为单一 题材多半都集中在科幻 与奇幻动作类的电影类别 像是谍报喜剧《骑士出任务》 悬疑动作类的《神影任务》系列 科幻类别的《遗落战境》 《明日边界》 与重开机的奇幻冒险电影 《神鬼传奇》等等 维尔做出较为特殊尝试的演出 只有2012年的《摇滚时代》 与2017年的《美国制造》 其实 这也反映了近年来 汤姆克罗斯票房影响力的转变 在2010年代之前 他基本上演什么都会大转 但是到2010年代之后 虽然电影依旧获利 但是在制片成本增高 与利润减少的情况下 使得他的电影作品的题材 见居保守 然而 这并不代表2010年后的 汤姆克罗斯作品不再好看 事实上 他所演出的爆米花题材电影 通常都比一般同类型电影 更偏重剧情面 有的时候 甚至都很难去区别 到底是不是爆米花电影 像是制片预算 高达1.2亿美金的《遗落战境》 与1.78亿美金制作预算的《明日边界》 虽作为票房电影 较为复杂的故事转折 而近年来 好莱坞重启风气的盛行 也慢慢影响到了汤姆克罗斯 在2018年的不可能的任务 全面瓦解过后 紧接着要推出的 将是汤姆克罗斯的成名作 捍卫战士的续作 谁知道呢 搞不好 我们接下来 就要看到汤姆真的跳上战斗机 保驾卫过去了 自然而弄 共在西方 我靠心 看完体 心地善良 超乎 超乎 所有感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